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威胁到了洋人在华的利益 以及其他的各方面的事情 这也引得西方各国非常的愤慨 因为开始大面积泛滥的义和团运动 使得西方列强很多的核心利益受到了损害 而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 面对长期的清朝镇压义和团 却没有太大效果的现实局面 列强各国组成所谓的八国联军 达成协议 直接用军队干涉清朝内部问题 不过 其实当年组成八国联军的最真实的意图 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镇压义和团 更重要的是 西方列强 想通过这次战争在清朝的身上 获得更大的好处 更多的利益 以便满足自己的野心和胃口 而在八国联军开始作战之后不久 清朝也便开始疯狂的镇压义和团 认为是他们让祸水东瘾 不然 洋人的军队也不会打上门来 而除了清朝 对于义和团的打击之外 西方列强也同样的参与了作战 上图中的清朝的老照片 所描述的 正是一名义和团的成员 被八国联军的士兵抓住的场景 我们看被抓住的这名男子 年纪应该不是很大 还是比较男年轻 而那个洋人士兵则在后面 用手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辫子 所以这张照片看起来 更像是一种炫耀式的摆拍 面对着尽头的义和团成员 显得有些麻木和不知所措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尽头的背面 一定是持枪准备着的洋人士兵 展开全文 也正是因为当年义和团的作战目的 针对性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在八国联军进入清朝以后 开始了对于义和团极为针对性的报复动作 因为义和团的影响 对于洋人来说是非常的坏的 所以当时的八国联军也想通过这次报复行动 让清朝的百姓们都看一看欺负洋人的人 下场是什么样的 于是在这样的一个意图的驱使之下 大批的义和团成员被八国联军俘虏抓住 而被八国联军抓住的义和团成员 他们的下场基本上都不会太好 基本上都处决掉了 而且八国联军在处决义和团成员的时候 会召集数量众多的普通人去围观 因为这能起到非常好的震慑作用 而事实证明 当年义和团运动被剿灭之后 这种反对洋人的运动 确实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弱了下去 而这也是西方列强喜闻乐见的一种结果了 但是当年的西方列强可能忽略了一个真理 清朝可能被他们打败 但是清朝并不能真正的代表这个古老的民族 即便是清朝被他们彻底的消灭了 但是只要他们仍然盘踞在这片土地之上一天 基层普通人的反抗 就一刻也不会停止 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的在这片东方大陆上立足 毕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上千年的历史中来来往往 有过很多的想要占领他的人 但是最终等到他们的只有一个字 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